屎嫂沒有啊 惡魔城特別編,我是德古拉君 歡迎來到Youty的陪你大練玩 在這個冰原裡,你一邊跳一邊跳 不然裡面會一邊沉 和剛才的雀仔,你也要先搞定他 不然他會用雪條來扔你 咦?前面的冰塊一邊浮一邊沉 那怎麼辦呢? 會有變蝙蝠,適合學識的 適合學識的東西,希望可以用得到 你看,我們要先搞定這些雀仔 又有雪人,又有曲棍小指 其實雪人不難打,只要你走過去 你就可以解決他 因為雪人一路向前跳,然後向後跳 只要曲棍小指,只要走過去 同樣道理,一路狂打你妖氣彈 這樣就可以了 至於剛才那隻炸彈海豚 你要先搞定炸彈 不然他會把炸彈放進去 終於遇到冰洞裡 前面有兩個浮板在這裡 轉來轉去 一直圓地轉動 但你跳歸跳,你不要跳得太高 不然被針刺到,刺到下去 那會死得很慘 然後,有一本鬼 哇,好猴子,撲起來 撲起來的時候,你要跳過去 後面打他就可以了 記住,因為這是雪人的關係 所以走下去會很滑 所以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移動的方向 差點滑下去 還有,為了避免被上面的針刺中的話 你要輕輕地跳 為何要輕輕地跳呢 你按跳的時候,不要跳得太大力 這樣就沒問題了 遇到這樣的格局 你不變蝙蝠的話 你是過不了這個補滿針刺的地方 但這些磚也是冰 就是因為冰的關係 所以同樣都是那麼善 所以你要調節方向的時候 也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想飛上去的話 你要好好地調整一下你的高度 還有,要注意一下上面的針刺 如果你想控制高度的話 按上下進行調節 好了,來到中層了終於 所以調整位置和方向的時間 要多加小心 如果有什麼差池的話 被灰色的針刺中的話 那就是即死了 即死都不能回頭 由於是第二隻由頭來過 這件事很浪費時間 哎呀,白色針刺 還有一隻灰色針 蝴蝶效應 唉呀,這次真的開口中 就是 同樣道理 因為時間關係 要經過剪接的就是 如果你第二戰同性開始的話 你就要打一些日本鬼 為什麼日本鬼呢 就是因為你的額頭 又有這個三角形 還有一些頭筋 然後去到總層再說 然後下來 到底怎樣才可以飛過這個高層呢 跳 再變蝙蝠 然後就要小心去調整一下你的高度 希望你會不會陣陣一點 唉呀,一路向前飛 向前飛 希望下面沒有一些針刺 唉,幸好 幸好沒有被針刺擊中 第一,就是這個炸彈海豚 很簡單 一路有妖氣彈對付它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呢 用這個追蹤彈對付它們 也無防 不過我不會太建議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出招時間比較慢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擊中炸彈海豚 以來呢 經過拉畫面的時候 如果那些炸彈海豚被打死的話 你經過拉畫面的話 它又會再翻生 所以就不用了解 所以 你上完它之後 就不要再下去了 好啦,終於拿到 一直都拿不到的金幣 以來呢 又有這個HP傳媒服 為什麼HP傳媒服呢 因為這個心心一邊閃閃閃 這裡是HP傳媒服的道具來的 唉呀 這Q版奧波城呢 有些流兵選手 這些都是不足為奇的 這些也是 你看到那些流兵選手呢 你如果走過去 一路用妖氣彈對付它們就可以了 終於來到打BOSS的環節 它是一條冰龍來的 它是一路一路玩的 飛來飛去 在畫面上面飛的 因為它的身體 又有關節所組成的 不過呢 它不知道要怎麼飛的關係呢 所以最好呢 就跟它保持它的路底也好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呢 一不覺意又被它撞中的麻煩的了 如果換成我的話呢 我會盡量呢 就站在畫面最左邊 或者最右邊的 還有 還要蹲下 你不會的方法就是這樣 用這個 追蹤妖氣彈來搞定它 噢 它的HP低下的時候呢 它會衝到水底那裡 然後另一邊再上來 所以你要多點提好警覺的 當然啦 這裡有這麼多冰塊關係呢 你走的時候呢 就會滑的 很滑的 所以要調整一下 它會噴身碎骨呢 它會向四周飛的屍體 欸 就算贏了也要提高警覺的喔 I Spell 酷 打完冰源之後呢 你就可以學到跟冰有關的魔法的喔 冰魔法呢 就可以將它凍結之餘 令它動不了 你還可以站在上面 咦 挺有趣的 又是這個 迷你遊戲的時間來的喔 到底這次要抽到什麼遊戲來的呢 看你選什麼都無所謂啦 不知道啊 很廢的 真是廢的 咦 又是C喔 加拿婆喔 Let's go for spin喔 看看我和這個遊戲不知多有緣啊 終於來到這個專資的環節了 如果抽到這個金色的話呢 就有五條命 藍色三條 紅色只有一條 不知道我抽到多少條命呢 咦 金幣看來不夠樣子來的喔 不要緊 今關開始要有金幣存了 Share、Subscribe和Reminder 那就好啦